来吧 来吧 相约酒吧 来吧 来吧 快点来吧 老婆 下班了 来 不要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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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来 来 给我 给我 好 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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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坐 这 我刚切的 来 吃 这事咋回事儿啊 你都看见了 还问我 我爱长安终于要当爸爸了 长安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 啥事我都打算 我不太想要这个孩子 你也知道 量级的抬价实验 还有半年才能结束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期 我怎么能安心 去怀孕生孩子呢 小夏 咱俩咱俩 咱俩结婚五年啊 我知道你忙 一直研发这二代发动机 所以我 我 我一直在等啊 我就在等这发动机研发成功了 顺利量产了 咱俩再去谈这怀孕生孩子事 我等了五年 那我一直 我天天我都在想 我说咱要是能有个 咱俩能有个小孩 你说咱这家里得多开心啊 那孩子名我都想好了 男孩就叫爱闯 女孩就叫爱笑 我知道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 我真的没有办法要这个孩子 不是 可是这孩子都怀上了 为啥咱不要呢 我知道 这二代发动机 是全场人的期盼 可是这孩子 不也是咱俩的期盼吗 你说得简单 你知道样机的抬价实验 会出现多少意外 情况吗 你知道怀胎十月一张分娩有多辛苦吗 这两件事情都不是小说 你干嘛非要教我良者兼顾呢 不是 我没说非要良者兼顾 你先 你先别急啊 我知道 这良者兼顾啊 它 它不容易 它也不是说毫无办法嘛 对不对 你就说这工作上 我就可以找廖总工具 我让他以后多帮帮你 这生活上的事 从今天开始 我就抽出更多的时间 我照顾你行不行 这二代发动机的研发 对于华琪来说 是性命攸关的事 那孩子对咱俩来说 也是性命攸关的事 那孩子对咱俩来说 也是性命攸关的事 对咱俩来自行化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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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 你看 厂里现在这种情况 我忙 你也忙 你也忙 你让我再考虑两天 好不好 小夏 我知道 这二代发动机是全场人的心血 全场人的棋盘 这 可 可这孩子 那也是咱俩的心血 咱们全家人的棋盘 我什么事我都可以听你的 就这件事 你听我一回好不好 长安 我最近压力特别大 二代发动机的研发这事 它耽误不起 我累了 我想躺一会儿 我想躺一会儿 好 等半天了 小夏呢 小夏呢 这个回来的时候就一直说难受 最近睡不好觉 也吐 然后也 真吐了 真吐了 跟我那会儿一样 不是 那个头疼 不舒服 反正就睡了 我就没叫他 谈劲 挺好 多让他休息 喝 儿子 今儿高兴 咱俩俩喝一杯 来 来 来 妈还给他炖了那花菇枸杞乌鸡汤 孕妇喝了最寒倍好 一会儿给他带回去 没错 从今天开始啊 小夏就是咱们家的大熊猫 重点保护对象 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啊 好 那 吃吧 来 爸 爸 爸 咱们俩啊 好好喝 咱老外家 要添丁了 值得清喝 高兴的呀 爸 爸 嗯 跟你们商量个事啊 这个孩子呀 我们两个可能 暂时先不要 好 干嘛呀 你干嘛呀 你别激动啊 那 是这样啊 爸 你说咱们厂子 这个二代发动机的研发 还有半年 就要成功了 是不是 那小夏的又是一个做事 特别认真的人 而且这二代发动机 对他来说多重要啊 那是沈 沈 沈叔的遗愿 对不对 所以吧 他就全身心投入到这个 研发当中 所以是 吃不好睡不好 做其时间不规律 那能对孩子好吗 那怀孕 还有我 咱下个月 就提发工资了 那我作为销售公司的经理 我是不是得想折多卖车呀 我哪有工夫 我照顾他去呀 所以这孩子呀 艾陈北 艾陈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少跟我在这儿立着漏 这么多年 你比我还着急要孩子 我这心里头明镜似的 一准是小夏的主意 妈 你别乱猜 没有 你可不能犯糊涂 妈知道你什么事都听他的 可以 但是在传宗接代这件事上 绝不能含糊 你不管是爱闯还是爱笑 你总得生一个吧 爱闯和爱笑是谁呀 行行行行行 生生生生生 早晚得生一个 是不是 早晚得要 那 他现在 跟你明确地表态说 这孩子他不要了 小夏是觉得这个 不是 我们俩 没定死的 考虑两天 考虑两天 考虑什么呀 那孩子怀上了 他就是一生命 他就必须得生下来 他都多大了 三十四了 小夏 这他又是不要往后怀不上 怎么办 小夏没关门 呸呸呸 这话可不敢胡说 你别打岔你 爸 你也知道啊 我跟小夏 我们这几年 不容易 我之前也答应过他 好好照顾他 保护他 呵护他 那我作为一个男人 不然我是不得说话算数啊 我的孙子呀 奶奶保护不了你呀